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7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四川省甘孜州卢定县9月5日发生6.8级地震 最新消息指已造成74人死亡 35人失联 当外界聚焦救援进度时 网络爆出地震当天 甘孜州当局发公告 要求救援人员进场施救前 必须先进行核酸检测 还有网友在网络发布一次救援人员排队做核酸的视频 引发舆论的哗然 据中共官媒央视9月7日报道 截至当日14时 卢定地震已造成了74人遇难 其中 甘孜州遇难40人 雅安市34人 并有35人失联 实际伤亡人数尚待核实 距离四川甘孜州卢定县6.8级地震发生的5日12时52分 被称为救援黄金72小时 正一分一秒的流逝 地震当天 甘孜州防疫指挥部宣称 卢定县集合新灾区海螺沟全域实施临时管控 人车只出不进 暂不接受社会救灾 甘孜州卫生健康委员会6日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份公告 要求所有进入卢定县海螺沟的人都必须得到当局的批准 而且需持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健康码绿码且无风险城市旅居时 在管控区入口处接受落地检才可进入 同时 灾民和参与救援人员开展每天一次的核酸检测 健康状况异常人员需及时报告就医 不得参加抢险救援工作 而灾区返乡民众需进入者还需持有目的地 乡镇街道出具的证明 上述规定迅速在网上流传 引发舆论哗然 大量网友批评当局的防疫政策 是救援黄金72小时和仍密于不顾 将政治凌驾在生命之上 还有网友担忧许多救灾人员都无法进入灾区 做核酸至少要等4小时 救援人员被挡在外面 无异于杀人 与此同时 一段来自抖音平台的视频也显示 9月5日当晚一些消防官兵到达镇区抢险救灾前 需要先排队做核酸后才能参与救援 视频中官兵们制服上的字样为 中国森林消防四川总队 上传者在简介中写道 救援部队已到达卢定 正在做核酸 不少网友在看到这些视频后 大呼 太魔幻 反常识 质疑如此救援 难道没有耽误黄金救援时间吗 是救援还是谋杀 反问在重大的自然灾害之下 到底是防疫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还有网友气愤的说 被埋压在废墟里的群众 是不是按照绿马优先 黄马在后 红马最后的次序来营救呢 更有网友一语道破 当局强制核酸缘由 是因为压死人怪老天爷 新冠死了人 可就要丢帽子了 事件不断发酵 甘孜州卫健委随后删除了 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有关核酸检测后 才能进入救灾的通告 甘孜州谎博电台也将相关公告撤下 不过仍有网友将网页截图保存 相关截图目前在互联网热传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张坚持清零政策 他也是当今极少数因为新冠疫情 而在过去两年都没有出国访问的国家领袖 近日 哈萨克斯坦政府宣布 习近平下周即将到访 观察人士注意到这可能是中共即将改变 长期坚持清零的信号 综合港媒 南华早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中共虽然尚未对外正式官宣 但预期习近平下周将前往乌兹别克斯坦 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 在此之间会先到访哈萨克斯坦 此次中亚之旅将是习近平 自疫情以来首次的海外行程 而中共将于10月16日举行20大 过去两年多来 仅极少数的中共高官进行海外行程 其中包括外交部长王毅 习近平自2020年1月访问缅甸后 便再也没有出访其他国家 只有今年7月时短暂停留香港 不过 近几个月出现了转变信号 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5月率领代表团至韩国 参加尹新月总统就职典礼 中共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则于6月访问美国 中共政治权力排名第三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本周领军66人代表团访问俄罗斯 蒙古 尼泊尔及韩国 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率先出国的第一人 尽管中共重新启动高层领导人的出国外交活动 但分析认为中共清零政策迎来任何突变 可能性依然不高 即便在二十大过后 相反的 分析认为中共的防疫限制很可能是逐步松绑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黄延中表示 习近平及其他政府高官恢复外交行程释出一信号 显示中共领导层对于出国旅行更有信心 但黄延中指出 没有其他信号说明清零政策要转向 特别是在二十大前夕 中国各地许多社区仍在实施封城 他认为中共仍是新冠为非常严重的疾病 并提到习近平今年7月及8月 在美国总统拜登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分别确诊后 都曾表达同情的慰问 就我所知 没有其他国家领袖这么认为 黄延中认为 中共当局会避免任何可能让习近平坚持这么久的清零 王上阴影的风险 但中共可能采取逐步松绑防疫限制的措施 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 党大会后将是一个重大转变的开始 而不是直接喊停现存的政策 中国大型地产发展商SOHO中国9月7日公布 潘石屹其日起辞去董事会主席 其妻潘张鑫也已辞去了行政总裁的职务 已专注于支持艺术和慈善事业 SOHO中国公布 潘石屹夫妇辞任后 市场认为为公司出售股权 扫除障碍 股价大涨 SOHO中国成立于1995年 由潘石屹夫妇联手创建 2007年10月8日 SOHO中国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 9月7日 潘石屹夫妇双退的消息已经公布 SOHO中国股价一度大涨 18% 网络热议 潘石屹夫妇是想跑路 润了 能走的都走了 微博大逼 打工归来啊 发文称 潘石屹这几年一直在卖卖卖 没有新增投入 卖了几百亿 现在杠杆率很低 靠收租都赚得盆满钵满 之前很多房地产大佬嘲笑他 但在房地产陷入寒冬后 他成了活到最后的赢家 潘石屹在中国富豪圈 是一个引发争议的人物 近年来他持续抛售 中国国内的地产项目 同时在海外大笔投资 外界戏称潘石屹是第二个李嘉诚 网路上时常有声音 别让潘石屹跑了 去年6月 SOHO中国发布公告 将把91%的股权出售给黑石集团 交易价格约为236.57亿港元 但这笔交易最终未能达成 去年9月 中共当局对SOHO中国进行反垄断调查 该收购案告吹 旅美时评人士秦鹏曾评论说 当局对SOHO中国的反垄断调查 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恐吓和非法阻拦 真实的目的是要阻止潘石屹转移资产 怕引起示范效应 秦鹏表示 潘石屹的资产是纯粹的私人企业 如何处置自己的私人资产 是他们夫妇个人的事情 中共对此进行审查或阻拦 其实是没有道理的 台湾财信传媒董事长 谢金河在脸书发文称 SOHO中国收购案在关键时刻被挡架 且立案调查 现在市值剩下119亿港元 相对于399亿港元的负债 看起来潘石屹非走不可 谢金河还直言 潘石屹的儿子潘瑞去年在网络上 批评中印边界冲突的公安遭到通缉 一家人全陷入危难 看起来潘石屹打造的江山 恐怕已进入尾声 美国电动车特斯拉在华行驶范围再度受限 近期江西广播电视台发布通知 禁止特斯拉等外商独资企业生产的智能网联汽车 进入电视台工作区 此举引发热议 有分析认为 中共二十大前各地官员已展示反美姿态 向北京表中心 据自由亚洲报道 江西广播电视台安全保卫部一周前发布通知称 根据省委保密委有关加强外商独资控股企业生产的 智能网联汽车使用保密管理的通知精神 为加强电视台工作区域的保密安全管理 从即日起禁止特斯拉等外商独资控股企业生产的 智能网联汽车进入该台工作区 上述通知引发网民的热议 微博网民中东片男留言写道 干脆禁售好了 又让麦求着特斯拉来办场 又限制其使用 这是玩的哪一出戏 还有网民留言 以后安卓系统也不能用 都是美的的 这单位用的摄影摄像器材都是纯国产的吗 你要禁止就不要销售 去年5月中旬 中共军方曾下达通知 出于安全考虑禁止特斯拉汽车停在军事设施 及军区大员周边 其后北京和上海有至少两个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 接到主管官员的口头指示 要求他们不要将特斯拉汽车停在办公区 下旬 浙江省政府行政中心保卫处下发通知 解决特斯拉汽车进入该行政中心 江西南昌时事评论人赵琪认为 中共二十大前 各地官员都在担心个人试图 因此采取各种方式 除了向北京表中心 还要展示反美的姿态 非常明显 目前官方的态度是对特斯拉汽车的摄像头 电子感应设备充满了疑虑 担心因此导致泄密 但让人不解的是 一些正常的机构单位 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人和事 怕被别人知道呢 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 闭关锁国文革模式 今年7月 特斯拉汽车一度被禁止在北戴河上路 外界普遍认为 每年一度的中共北戴河会议 将在当地举行 前呼万唤万维TV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用粤语陪你见证世界局势风云 紧贴及时热点新闻 世界面面观 星期二到星期六 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万维TV粤语台和你深入阅读世界脉动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